現在所在的是在臺灣市元品郡王池這個位置 他們公務人員自己可以停這個機車位 那其他民眾來到這邊如果是你要騎摩托車的話 說實在的是沒有地方可以停 那前面那個就是臺灣市立博物館 白色建築物這個 他的另外一頭就是元品郡王池 我們走人行道過去 我今天是騎摩托車過來的 但是他這邊確實沒有規劃摩托車可以停車的位置 整條路除了汽車可以停以外 可能摩托車在停都隨時有可能會被占用人行道開花丹 這個臺灣市政府要好好想一想怎麼去規劃 這邊如果是騎摩托車來停摩托車的位置 而且很明顯的這邊汽車的停車的也是明顯的不足 那建議各位這邊有公車站 那你就坐公車來吧 好的我們就從元品郡王池這邊先逛 我們都曉得鄭成功 他對臺灣的建設非常非常多的貢獻 那明朝的關於呢 好的已經到元品郡王府了 有沒有這是正門口 就往這裡面走 過去的歷史記載這裡 當時臺灣省政府這邊有一些寫的東西 這在民國五十九年 也就是十九的話 1970年 1970年所標示出來的東西 當時的臺灣省主席還是黃傑先生 當時的臺灣市市長林錫山 可能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好的轉過來往前走 這邊一進來會看到一個很明顯的 這個歷史建築物 那這邊有記載的 當時整個元品郡王池的一個相關的 那這邊是在1962年 也就是明朝的永歷十六年 那鄭成功呢 來到我們那個安平這邊 驅逐荷蘭的整個一個過程 歷史記載這邊 他有標示繁體中文 還有英文外加日語的一個標示 說實在的 因為鄭成功的母親呢 那他本身是日本人 所以說很多日本遊客 來到元品郡王池 來到台南都會到元品郡王池這邊逛 逛 正前方呢 是台人勢力博物館 我們等一下才會逛那個區塊 我們先走過來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你會發現這邊會看到 國民黨的一個黨徽 有看到吧 這是白蟲喜 白蟲喜當時立的 有看到 忠 肝 義 膽 就大概寫這樣 那 前五古人 現在的繁體字啊 以前都是右到左 現在因為配合電腦都變成左到右 所以說看這個的時候 這邊前五古人是要從右邊看到左手邊 這邊有看到一個奉 子祭典 那很奇怪 這間寺廟呢 這個奉子祭典 這個是 清朝的奉下來 但是因為鄭成功是明朝的官員 那為什麼清朝還讓他 有這種奉子啊 祭典 讓他標示出來 是因為後來清朝 有了解到 那個 鄭成功確實是 那個 對台灣貢獻非常的大 那同時呢 他並沒有 並沒有認為他是 反清復明的一份子 所以說這邊就變成一間 可以祭典的地方 好的 我們就往裡面走吧 剛剛走進來 忘了跟各位介紹一樣東西 我現在倒退回來 剛剛走進來的時候 忘記跟各位介紹一件事 有沒有看到底上這個 這個呢 這一類型的花崗岩 這個 門檻是花崗岩 早期呢 台灣都稱這個鴨倉石 因為早期呢 從 大陸那邊 福建一帶要到台灣 那 他們過來 就是台灣呢 這邊有一些蔗糖 茶葉鹿皮 要運送到中國大陸 結果船要回來的時候呢 台灣海峽非常的穿急 那這些石頭呢 花崗岩 就壓在這船艙 船的船艙底下 讓船更穩固 能度過 為 海浪很大的 台灣海峽 那當時呢 運到台灣 就變成一些建材 台灣老一輩的 先民啊 一些住民 就稱這些石頭 叫做鴨倉石 那你明顯會看到 在台灣很多廟 我們台灣很多 像鹿港那一帶 都會看到 類似這種 花崗石的一個建材 老一輩叫花 不叫花崗石 叫做鴨倉石 這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的 那這邊會有一些牌點 可以看一下 都是一些後來的 才會有的 並不是當時 正成功過來 相對帶過來的東西 好的 我們就往右手邊這邊先走 這裡會看到有些 將軍是跟著 正成功一起來抬的 乾徽將軍是 可以看一下 這是 那相關的史跡 在這裡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乾徽將軍是 福建 海成人 那 身材雖小 但是 人真善在 這個大概都在 西元一六 六幾年那一代 那 是在一九五 一六五五年 正成功 封為元坪軍王 他左右前後 所有的體都 都全部被封為伯爵 想了解歷史 可以來這邊元坪軍王室逛逛 可以更了解 正成功最經典的 那個 荷蘭人趕走 當初最厲害的就是 在 那個 樂蘭遮城 也就是現在的 安平古堡 安平古堡 以前叫 樂蘭遮城 那 赤坎勒以前叫 普羅明遮城 這個歷史都有記載 那正成功 當初在 這個 安平古堡 要把荷蘭人給驅走 最厲害的就是 利用一個 蘭堡 蘭堡是什麼 用竹蘭 用竹蘭 做成一個 小小的 舉個 他那個弓箭什麼 炮彈可以 主角 就躲在那邊 那把安平古堡 整個圍起來 不讓荷蘭人有什麼 有食物 有食物能進出 當沒有食物的時候 荷蘭人自然就會投降 所以說 正成功最經典的就是 利用蘭堡 這種東西 一種小小的竹籠 那個在安平古堡那邊有 有相關的 剛剛講到一半突然沒電了 那個 照相機突然沒電了 重新放黑電子 重新再來 關於那個 正成功 他驅趕 荷蘭人的過程 所謂的蘭堡 在今天的 普羅名車城 就是安平古堡 那邊你可以去看看 他那邊有做蘭堡一個記載 就在 他裡面的室內的部分 如果沒記錯 記錯就是 進去的左手邊 不是建築物 建築物本身 進去的左手邊 在走樓梯上去二樓 二樓就是 他那個安平古堡 隔樓的一樓 左手邊 進去左手邊 那邊有記載 這邊 大概就是一些歷史 好的 我們往前走 那這邊有一些牌位 就是當時 跟正成功一起過來的一些官員 他們的牌位名稱都寫得很清楚 這個我就不做介紹了 大家有興趣可以過來這邊逛逛看看 比較特別的是 正成功的媽媽 金田寺 金田寺呢 他在後面有他的牌位 另外這邊有三棵梅子樹 傳說是正成功親自所種的 在後頭 我們先走這邊 這邊有一些轎子 抬轎的以前那個 這邊這三棵 先前談到的這三棵 這三棵 這三棵就是 傳說 傳說 是正成功親自種植的梅子樹 這三棵是正成功種的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 這是古井 到目前呢 都還有水 只不過他現在封起來了 印象中 前幾年我來的時候 這邊還有提供人家可以打水 用這個東西 用這邊可以打水 裝在水桶上來 讓人家洗 可能是台南市燈格勒比較嚴重吧 所以說就把這個井給封起來了 記得那時候來這個井 在打水的時候 水還是冰冰涼涼的 旁邊那個 大水桿就是 你放到上面 它會從底下留作 讓人家洗手 讓人家感受一下 這水井 封起來也對啦 怕有燈格勒的問題 確實 這幾年 燈格勒在台南 在高雄 是蠻嚴重的 好了 這邊有紀念品布 齁 一些相關的 我要填這個 好了 這邊就是相關的 正中間大堂的部分 這就是 鄭成功 他媽媽 田川寺 有齁 剛剛說錯了 青田寺 不對是田川寺 我不好意思我記錯了 這三棵梅子樹齁 中間這棵有比較小 先前被颱風吹倒過 那這些梅樹呢 本身呢 每年都也會結果 到目前為止 好的 我們就往旁邊再逛一下 等會再看正大堂的部分 有關於民政軍隊的相關的 可以看一下 這就是他部隊駐守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啊 台南是有很多地名 都是跟他有關的 例如啊 舊營啊 新營啊 大營啊 等等的 還有林鳳營 這就牽扯到某家 牛奶 他的名稱就直接用林鳳營 整個發展的過程 有看到嗎 這個整個 鄭成功與台灣開發相關的東西 都寫得很清楚 那這裡 有關鄭成功的相傳 傳說啊 日治時代的啊 開山神社 祭典禮器 這邊就會看到 其實台灣的時候 日本的影響也蠻大的 不過我們現在談的是 明朝的 正前換就是萬里將軍 好的 好的 我們剛剛就沿著進來之後 繞了一圈 還沒走到正中間的部分 那現在我就 剛剛從這個門進來呢 我們現在走正中間的部分 有人在拍 兩個小朋友穿著古色古香的衣服 好的 我們就往正中間走 為了拍片 我沒有走旁邊遮陽的 我走曬太陽的位置 這邊有蔣仲正 蔣介石所提的 振興中國 在1950年 1950年齁 也就是中華民國38年 也就是撤退台灣 1949年 撤退台灣 那隔年 隔年他所提的 我們不能走正中間 照規矩 要走右手邊 這邊會有 延平金王寺的一個簡介 有英文版 中文版 日語版 還有韓國版 各取所需 自己拿 做正中間的 當然就是我們 元平金王 正成功 這我們台灣寺廟很特別齁 都會有虎爺 虎爺呢 相傳啦 虎爺啊 你要拜糖果 尤其花生糖 他特別喜歡吃 那當然啦 你選擇 小賭怡情的 拜拜虎爺 會帶來好運 這邊比較特別齁 有光緒年間的一個 排扁 有沒有看到 可能看不太清楚 把它 用明亮一點 有沒有看到 光緒 元年正月 上面寫的 有那個 我只認識 沈寶貞 李鴻年 我也知道 其他的歷史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 因為 阿周啊 書讀的不多 最討厭讀書 就我先前提過 讀書的時候 不是我請病假 就是老師請病假 尤其我到現在還很討厭 我們國小那個老師 至於那個國小老師是誰 他姓蔡 我一輩子都很討厭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給我的感覺是物人子弟 為什麼呢 常常都叫我們 課堂自習自習 根本沒認真的在教書 這樣也當 台南市某間學校的老師姓蔡 好啦 不談那個快樂的過去 我小學過得很不舒服 說實在的 還好到 專科的時候 我們樂老師就比較OK 國中老師也不是很OK 一般般 好的 這個 以上就是 炎平俊王子 DJ阿周 在炎平俊王子這裡 為各位所拍攝的影片 希望你會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同時開啟小鈴鐺 隨時可以接收我最新的訊息 有你的支持 有你的分享我的影片 我才有動力繼續拍片下去 那我們下次影片 在影片中再做介紹 我們後會有期 等會見到影片 我會在影片中 需要在影片中 還有影片中